女孩正在洗澡 外面却有人疯狂敲门 并且还问女孩为什么要锁门 女孩无奈 只能起身把门打开 像这尴尬的事还不止一件 奶奶不仅睡觉要紧紧搂住她 甚至在她上厕所的时候 直接推门而入 女孩被奶奶的关爱压得喘不过气 而她不知道的是 奶奶的所作所为 都是害怕再次失去她 自从惠志回来后 奶奶的精神状态逐渐好了起来 一有时间就带着孙女逛街 给她买好看的衣服 惠志似乎感受到了亲情 也渐渐地向往阳光 她想打电话和闺蜜分享 但闺蜜却告诉惠志 让她千万不要乱跑 原来之前仙人跳的那个男人没有死 但却被旅店老板发现索要赔偿金 而那两个同伙 则把所有责任推到了惠志身上 惠志不敢出去太远 只能摆弄起家里的蜡笔 而这一幕 恰巧被奶奶看见 于是便把惠志送去了美术学校 学校里 老师布置了一个画画的作业 必须画好才能回家 可一下午过去 惠志的画板还是空白 老师也只能让她先回去 可就在惠志转身离开之时 包里的口红掉在了地上 她忽然有了灵感 于是便用口红开始画画 两个小时过去 惠志终于完成了作业 等惠志走后 老师看着她的作品 觉得她非常有绘画天赋 于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老师也更加耐心地对她进行指导 然而好景不长 就当惠志沉浸在画画的乐趣中时 闺蜜的一个电话 又将她拉回了线时 此时闺蜜被同伙所绑架 为了救闺蜜 惠志萌生出一个可怕的想法 这天岛上举行欺负大会 所有村民都聚集在一起 对着大海为家人欺负 此时奶奶正在向大海祈求保佑孙女 而惠志却趁机来到家中 她在抽屉里翻出奶奶的存折 然后准备拿去银行取钱 但就在存折放进去的那一刻 她犹豫了 虽然她此时可以取钱救下闺蜜 但是会一辈子对不起疼爱她的奶奶 于是她把存折放回原处 可这一幕却被叔叔撞见 接着叔叔转头就告诉奶奶 可奶奶却说什么都不相信 并且还把她骂了一顿 而惠志因为内心无比纠结 独自来到海边抽起了烟 这时奶奶来到她旁边 也点燃了一根烟 就这样默默地陪着她 奶奶询问惠志 天空和大海哪个更宽广 惠志回答说是天空 奶奶听闻沉默了许久 随后语重心长地告诉惠志 就算人生再苦再累 只要有人陪伴就是幸福的 说完后 奶奶便起身离开 惠志转头看着奶奶的背影 此时她好像明白了什么是亲戚 往后的日子 惠志会主动关心奶奶 在奶奶干活的时候 帮她把脸上涂满防晒霜 这天奶奶要准备下海补育 惠志也穿上潜水服 和奶奶一起跳入了大海 海底的景色 是惠志从未见识过的 她陪奶奶一起捡海货 陪奶奶一起遨游在大海中 而这一幕也深深刻在了惠志心里 不久后 她给奶奶画了一幅素描画 老师看到后连连称赞 并且还给她报名了首尔的绘画比赛 然而在放学回家的路上 一个陌生男人出现在惠志面前 并且张口就问她要钱 原来男人是惠志的赌徒爸爸 并且还得知她现在的奶奶 家里有一张存折 如果惠志不肯帮忙 她就亲自去拿 惠志突然变得激动起来 仿佛被触及到了软肋 为了不让奶奶受到伤害 她没有选择 趁奶奶睡觉的时候 再次把存折偷了出来 这晚她哭了很久 她知道自己没有脸面继续留在这里 次日 老师带着惠志准备去首尔参赛 奶奶来到车站为她送礼 可奶奶不知道的是 惠志这次出去就不会再回来了